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来 今天的主题 谈谈2023年 属猪的 属猪的 你的运势如何 一般而言是这样子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今年当中 老鼠不错 蛇跟马也不错 那你这一只猪是这样子 你这一只猪 相当可爱 也就是说你这一只猪在今年 二三年一整年 走的都是劫财 再过来什么样 再过来再跟你讲 商官 那劫财商官一般来讲 是这样看 你最好的 先讲工作 如果你属猪的男生女生 如果你今天做的工作 是做金融的 当然包括一些黑跟灰的 不一定当然是白 金融的放款的啦 金融产业 股票啦 对冲的啦 做金的 还有做金属的 CNC车床的 贵重金属的 包括稀有金属 黄金的 奇货的 金融不会太差 再过来做水的 进口出口 空运海运 但是空运海运 这个海运今年不行 二三年不行 空运可以 因为现在已经开放国境了 所以空运海运 海运暂时你们不要碰 听好 今年台湾地区的进出口 是这样看啦 出口 还算那个啦 出口还算可以 利润有 现在就怕进口 因为2022年的时候 2022年 那一个台币才27块多啊 那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2号 台币已经32块2 32块多 就差了快 快4块到5块钱啊 所以你要注意哦 为什么现在东西很贵 因为我们50%的东西 是从国外进口 尤其那个鲑鱼 从2601公斤 台币260 涨到800 听说过完年 还要涨到1000 所以你看鲑鱼之乱 乱以何时 乱以台币的贬值 而且继续乱乱到明年 所以要注意 不是说进出口月就好 你要看你是出口 还是进口 当然台币贬值 有利出口 但是如果你出口的比例当中 70% 80% 国外进口 也没有什么利润 赚工钱而已 那严格来讲 今年要注意 男生是这样 男生你可要注意工作 因为哦 因为你今年走的是劫财商官 你今年特别喜欢跟 你特别喜欢挑战体制前威 特别喜欢路见不平 特别有正义感 听好 23年景气不会太好 23年 景气有多差 其实从23到25年 这三个年当中 各位要注意 你们最大的任务 不是升官发财 而是平安 有工作就好 那有工作就好了 这个时候 行有余力 一定要不断的充实自己 被人家利用 应用 使用的价值 男生 因为你在23年 特别充满着正义感 Unfair Unjust Justice 你就特别有意见 那你要注意 这张嘴巴要控制好 最好不要讲话 如果真的要讲 请不要说实话 当然不能说谎话 狠话 干话 屁话 我已经重悟好几次 你最好不说话 要说说巧话 这个嘴巴很重要 你要管好嘴巴 那如果你是女生 恭喜啊 如果你是女生 已经结过婚 已经已婚了 你要注意 很容易今年 跟你先生 画上一条线 要注意哦 如果你是单身 没有男朋友 那格局不一样 你在今年 极有机会碰到不错的男生哦 那个整个论述不一样 先讲好的年 其实属猪的男女都一样 你今年最好的年 农历的七八 再讲一遍 农历的七月八月相当好 再过来农历的十跟十一 如果说你有一些重大决定 上半年不要动哦 你上半年看看就好 听听就好 再讲一遍 看看就好 听听就好 那如果你是女生 单身的还是讲一下 你在农历的三 六 九 十二 比较容易有机会 把自己推销出去哦 尤其三跟九 要注意 农历的三月份 九月份 这个男生会比较年轻哦 会比你小小很多 那如果你比较 想法开朗一点的话 其实小个八岁也差不多啦 三 九 那如果六跟十二 六月份跟十二月份 这个男生就 比较属于Mr.Right Mr.Right就是年纪会比你大 一点点 但是他会照顾你 会跟你虚寒问暖 哦 叫做你的角力 你知道吗 竹军啊 那个竹部的竹 君子的君 阿西捆 日本话讲阿西捆就是 让你差钱的 啊 我们翻作工具人 工具人 工具人 工具人就是六月十二月 那三跟九 就是Lover 情人哦 结构不一样先跟你讲哦 那一样啦 如果你们有重大事业要做 一定要注意 农历的七 八 十 十一 那你最糟糕的年 一样 女生不用怕 因为女生三观啊 三观是叫三观谢秀 反而是男生你要注意 男生你最倒霉的夜份 我先跟你讲 三六九十二 所以你在三夜 六夜 九夜 十二月 不会太好 不会太好 尤其 尤其 尤其在三夜跟九夜 听好 三夜跟九夜 你要注意哦 男生要注意 官非 是非 破财 意外 雪光 纠纷 都跟你讲了 好坏讲了 来 现在讲讲属诸里面的财库 男生女生都一样 你这个财库啊 在农历的四月五月 农历事业会有一点财哦 但是 是这样看啊 你农历有财 这个四月份 五月份 在农历上 可以赚钱 不要太贪心哦 因为你今年走的是三观 三观可以土秀 这个秀在讲钱 三观在讲专业 如果你有专业 一定会赚到钱 那这个钱要多跟少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农历七八十十一 挣的 那农历的 这个四月五月 不要贪 不要贪即可 这在讲财 男生女生的财 那男 那个男生你的桃花一样 你的比较有桃花的业份 一样哦 大概在农历的这个四月五月 那女生我刚刚就跟你讲桃花 都跟你讲得很清白的 三九 六跟十二 现在讲布阵 还是要讲讲布阵 一般的也是这样子 这个布阵一定要把它记好 要把它记好 来 属租的人 你的阿贵贵人方 在西方西北方 有两个方位让你挑 这个要布什么 布白石阵 听好哦 只有白的哦 光亮无瑕 玻璃珠白的 还有白色的石头也可以哦 大理石有白的那一种 布一个白石阵 西方 西北方 齁 那如果西方西北方 刚好在门口怎么办 来 退而求其次 齁 在北方 这个时候在北方布的黑石阵 这就是你的阿贵 齁 我先给你讲阿贵啊 阿贵 来 再讲你的财 齁 你的财在南方 不过这个财不长久 在农历的四月五月最可以感受出来 齁 如果你要求这个财 农历的四月份五月份 可以稍微投机一下 投个机 齁 是有没有 南方 红石阵 再过来齁 再过来齁 这个 这个男生喔 男生你的财在这里齁 那如果女生的桃花 老师啊 我女生的桃花在哪里 你正不要铺太多 女生你的桃花齁 听好 在东北跟西南方 黄石阵 那原则上是这样子啦 东北比较属于小男生 齁 西南比较属于成熟的男人 齁 那还是这样看嘛 男子孙位众之所好 你海盼的有竹秀之夫啊 很多人很喜欢吃高级的料理 很多人喜欢吃臭豆腐也没有对错啊 还有臭豆腐还有分清蒸的 齁 清蒸臭豆腐 说好吃的很好吃 说不好吃的时候很难吃 我没有意见 他就跟你讲这种理论喔 好 我现在方位都跟各位讲了 但是属猪 你今年就有点跟老鼠一样 因为这个劫财碰到这个三观 你今年可以表现花灰的机会 也会比一般很多 因为这个劫财在生了一个三观 所以严格来讲你今年三观两颗 那三观好不好 如果你结过分的女生要注意 齁 那如果你是男生 你今年要小心跟主观 齁 你的领导 你的上师 这种关系 也就是说你在今年啊 男生要注意喔 男生你的奴仆功 官路功会有状况 那如果你是女生 你的夫妻功 这个会有状况喔 夫妻功是好的 夫妻功就是感情你知道吗 会有一点收获喔 因为三观就这样 一颗已经这样很厉害 再两颗 齁 所以操作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结过分的女生要注意 劳院分飞的机率很高喔 所以老师不是常讲吗 这种命的分析 可能性 可行性 可观性 好的 让它成为可能嘛 可行嘛 那你现在有坏的可能性 你要赶快把它做一个 源头打击啊 逆向工程 不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嘛 最好的方法是这样子啦 从业份来推 齁 属诸的我已经重复恩赐了 7月8月10 11 你尽量跟他弄 那前面不要 但是不要当中 慢慢的日子也180几天前半年 你怎么过 我方位已经跟你讲 不同的方位 不同的布阵 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我连时间也跟你讲 以前那个高手啊 以前我们在那边布阵 他会跟你推 你这个证布下去 大概从明年 从后年开始 好几年 几年之后再来找我 为什么他会推时间 不是说埋在这里就很好啊 很多人在以前看那个风水 埋下去 你不知道几年 然后他会跟你讲 一轮以后 大概半轮以后 30年还是20年 一定要记得再把它挖出来 做古代的阴宅 老师不做这一块不要找我 你阳宅可以找我讨论一下 我到阴宅 阴宅不要找我 我们那个弄得太恐怖了 我就不讲这个 那阴上是这样子 我们会推 你本来要发 加上这种风水 加上这种布阵 发得更快 好的 扩大延长 啊不好的怎么办 缩小减轻啊 宇宙之间万法皆空 唯因果不空 如果你今天是不学无数 好吃懒做 杀人换火 做奸犯科 强奸明乃明女 不要做风水 那如果你今天是很 战战兢兢 安分守己 偶尔做一下 简单的投资 地下的金融投资 博弈 代客处理业务 还是代客洗衣服的 都可以啊 因为我们只是偶尔为之嘛 哎呀人生不是这样吗 富贵显中求 懂不懂 没有说你合法 那也没有说你非法啊 比如说有一些加密货币的买卖 谁说你合法 没有啊 谁说你非法 也没有啊 懂不懂 所以这种理论的建构上 你们要很清楚 那有时候讲归讲 时间点 timing这很重要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一样来 那个属猪的男生要知道 二三年的运势 来我们帮属猪的男生 再二三年抽一支签 来 老天无手 借老师之手 老天无口 借老师之口 有戒有凡 再借不难 来男生 男生 男生 这一支 哎呀这一支什么 哎呀这一支 十三卦 十三卦 天火同仁 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情色 一定要跟你讲 男生 男生你要注意农历的四月五月 哦 农历四月五月 你刚好在走这种桃花先天命 那后天这一支命再跟你讲 也在讲四月五月 哦 你这个天火同仁 火克金啊 也未然再跟你讲 你最好的夜份 会绕到一月二月四月五月 而且我桃花相当大颗 我再讲一遍 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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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上半年桃花特别旺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两个男女有一个问题很奇怪 太passion了 太激情 你知道吗 什么样的人才会激情 不伦 对 这一支我该跟你讲 不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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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伦子 不是啦 非伦 非伦 不伦 不是伦理的东西 那你要注意啊 这一种东西是激情 它会倾斗 但它会带来风险 这个天火同仁在跟你讲 还是要注意有人来看 那我也在跟你讲 你今年上半年桃花不错 可是你要注意属猪的男生 你的预知走在下半年 所以上半年要注意这个桃花桑 桃花结 桃花煞 因为他们表现得太激情 不太符合逻辑 那可能是相逢 十难 别一难 东风无利 百花残 再跟你讲这个 我老师 老师是读过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的人 不能讲的太直白 点到为止 好来看看女生 哎呀 属猪的太幸福 讲归讲 我们还是很羡慕啊 对不对 kindle passion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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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discussive 蔓延 蔓延 来 属猪的女生 要知道二三年的运思 来 现在老天无手 借老师之手 老天无口 借老师之口 来 这一只 哎呀 这一只 什么挂 你看 你看 对为者 内喜外喜 内经外经 这一只要跟你讲 你先天命 什么时候 好 农历七八十十一 对不对 你后天命哪里好 你知道吗 你先注意看这里 你后天命在跟你讲 什么时候比较好 农历的六七八九 那你的农历六月份走正观 农历九月份 刚好是走七煞 也在跟你讲 你可以人才两得 哈啰 你看你又带着那种 那种弓箭插着箭 然后去打猎 也在跟你讲 你必有收获 一键射下去 一键三雕 哈 你看那个雕 大雕的雕 只知弯弓射大雕 也在跟你讲 有哦 你那个六月那个不错 六月那个正观 九月那个比较小 哎呀 真的太幸福 又要发 所以这一个男生 这些男生们 是你这辈子当中贵人 好好珍惜 就是曾经有那么一下moment 有没有 我们常讲会悸动 有没有 moment 那个moment是 0.0168秒 很快 恭喜你这个不错 好 因为我们今天 属猪的 运势就讲到这里 一样 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分享 加入订阅开启小叮当 一样 现在已经是快年底了 各位要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检讨一下 无论如何 无论你的运势如何 先天运 后天运 不管 你们活着的任 每一个时刻都要思考 如何增加你自己 被人家利用 运用 使用的价值 放心 天 天不会有 不会生那种人 不要人每天都利用你 刚开始给他利用一下下 久了他知道 非你不可 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一个 可以操控全局的人 我们今天的录音档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祝各位平安喜乐 拜拜